俄罗斯独立报11月10日报道称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到访印度 以尝试将该国拉入美国轨道 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是美英两国对民主的承诺 美国的态度一变得更加灵活 他不会指责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当局 并从俄购买能源 报道指出美方的主要任务是让印度人相信 设置油价上限对其有利 即让印方认同俄无法接受的贸易条件 作为交换 美国承诺扩大对印度的现代化武器供应和高科技合作 据路透社报道 耶伦在会谈中将更多专注于美英两国间必须开展互动的想法 而非导致两国关系复杂化的地缘政治因素上 毕竟美国人此前曾努力教导印度人不要保持中立 必须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 但这种论证没有发挥作用 此前仿俄的印度外长苏吉生 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罗斯是酒精考验的可靠伙伴 因俄关系令印度获益 因此因当局的政策不会改变 报道称 据摩根士党利公司预测 印度在2031年前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美国人显然意识到 要让印度做出对自己博利的让步是不可能的 美方谈判策略因此发生了改变 现在美国官员正在谈论 印度将从设定价格天花板中受益 此外耶伦还将与印度财政部长尼尔玛拉·西塔拉曼 在传统的美印经济和金融对话中 讨论印度如何履行明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职责的问题 在讨论此问题时 耶伦打算指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停止 可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据报道 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 自年初以来急剧增加 在二月之前 俄罗斯石油仅占印度石油进口量的2% 而在九月亦增至23% 俄罗斯在对硬石油供应方面 超过了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科学院冬方研究所 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塔吉扬纳·绍米扬指出 印度在国际关系中 始终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 英俄两国在油价问题上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认为印度不会向美国让步 没有 天哪 有 要 rike 叢